字幕提供 那如果你的前母是想要在最后去兑换 比如说两个戒指 或者是两个耳环的话呢 你要记得 因为这个戒指或耳环呢 他一天只能买一个 所以如果你要买一对的话呢 千万不要在最后一天才换 那因为任务的重置时间是五点 也就是说你如果最后一天才换的话 因为维修的关系 所以你会提前就被踢下线 因为维修了嘛 通常四点就维修了 所以你等不到五点这个任务重置 所以你千万要记得 如果你要换的话呢 礼拜一 礼拜一就换一个 那礼拜二再换一个 这样子的话 才不会这个漏掉 才不会因为有一个浪费掉 那如果你要换这个皮夹克的话就没关系 最后一天 因为总共会拿到14个而已 最后一天再换掉就好 只是耳环跟戒指这两个一定要在礼拜一的时候就开始换 不然会来不及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讯息提醒大家 那另外如果你拿到这个戒指之后啊 想要给 比如说未来的新职业穿 或者是你要过给分针穿 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这个这个箱子的设定是设定成不能存仓 你不能交易 你只能自己使用 这个也是要再提醒大家的一个部分 好那 因为突然想到这个功能 这个设定啊 很多人可能会忽略掉啊 尤其是礼拜一可能大家觉得 应该还可以再收集个几个 千万不要 如果你有的话 甚至是你现在已经听到这个影片的话 赶快去把它换一换 如果你有换 如果你想要做这个戒指的话 你就现在先赶快把它买起来 不要再等到最后一天 最慢礼拜一一定要买掉一个 礼拜二三买掉一个 这样子是最 不会有一个 不会有失误的这个动作 好那以上呢 提醒大家到这边 那现在是周末 感谢大家收看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